35岁男星高以祥在11月27日在大陆录制浙江卫视《追我吧》节目时不幸促事 15日家属在第一殡仪馆举行告别式 高以祥生前智友们都到场送他最后一程 公祭结束后进行火化仪式 目前骨灰已安置在金宝山墓园 资深艺人田娃范月娟 多日来自治长辈徒道念高以祥 昨天他也现身告别式会场 一边抹泪一边跟来悼念的粉丝依依握手 田娃近年因用各个话题焦点人物制作掌辈徒 胡乱po照惹意 去年王心灵因私密照外泄 他也做成掌辈徒 被网友封为P图狂魔 就连过世的刘文雄 诸葛亮等人他也能拿来P图 惨遭炮轰消费死者 高以祥离世消息传出后 田娃也密切关注此事 经常在脸书上po出相关新闻截图 并将高以祥与近来世事的资深艺人猴结 跟自己的偶像肺育青还有无辜的迪鹰P成长被图 配文人生就像逛花园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悼念 一十五日高以祥追思会 田娃也前往会场 他这次低调某类 默默哀悼 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事后 田娃晒出自己当天拍摄的会场照片 田娃跟高以祥家人景行听合体 里面不能拍 只见他身穿黑衣黑裤 双手捂住脸 疑似在擦眼泪 田娃一连多发了数张掌背图 透露自己看到许多外地赶来的粉丝相当感动 我依依握手谢谢 痛哭 并表示觉得高以祥跟他一样单纯 善良 爱小狗 爱做公益 对于他的离去相当不舍 对于他认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